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封信应该不会是耿凤臣本人送来的 肯定是他的同伙 那么他的同伙又是谁呢 进来 进来 林俊 我带人在耿凤臣家蹲守了一夜 虽然没有发现耿凤臣 但是我们观察到他老婆有点不对劲 他一直都在准备食物 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 不知道要干什么 不管他干什么 把他顶紧了 是 我已经派小陈过去了 只要他一出门 就会跟上他 进来 明镜 是 指挥中心刚刚收到万春集团的报案电话 说袁万春今天收到一封恐吓信 署名是耿凤臣 这家伙可终于露面了 看来他是冲着袁万春来的 他要进行报复 马上去一趟万春集团 叫上何政委 是 喂 袁局啊 有事吗 你们接到了万春集团的报警电话了 对 我们正在去万春集团的路上 你先别去了 这里边可能有误会 是谁报答案 报案人是万春集团的办公室主任关卫力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 刚才袁总给我打了电话 他不愿意让警察去他的公司 他怕闹不好会产生误会 他觉得这样 会在他公司影响不好 希望你能理解 阮局 这恐怕不行了 已经收到报案了 我们就得出警 再说了 耿凤臣也是我们要抓的重大逃犯 怎么可能不管呢 林警局说得对 我们不但要管 而且要管到底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是不去他公司为好 咱们得讲究策略 研究一下再说 人局不同意区 不管了 有什么问题我跟他解释 学队 郭队 你们俩到了以后 先找保安部联系 了解一下情况 是 谁让你不跟我商量擅自报警的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安全吗 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耿凤臣是在逃的杀人犯 那您不怕 我还怕呢 你说得也对 但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警车往咱们公司门口一停 外人肯定认为咱们公司出了问题 影响了公司的形象 你就不怕吗 很多事情换一种方式 一样可以解决 懂了吗 我知道了 袁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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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万春 我来找你算账来了 不过仗有很多种算法 现在我提出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 今天晚上零点整 你一个人带着二十万元现金 送到西城十字路口 到时等我的电话 我只把话说一遍 你要识相就乖乖听话 不然我会用另外的方法跟你算账 那要比这个代价大得多 更奉陈 袁总 您能把情况再详细地说一遍吗 还是关主任介绍吧 信是他发现的 今天早上我去公司上班 路过大门口的时候 保安把这封信交给了我 我看了之后就立刻拨打了110 我一看信我就知道麻烦了 我比较了解耿凤尘 我就是按照他说的去做 他也不会放过我 林局 你说我该怎么办 袁总 你放心吧 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 这个耿凤尘胆子也太大了 公开写敲诈信 还敢数自己的名字 那你的意思 这封信不是更封尘写的 我是说他写这封信 可能只是想吓唬你 你想 他怎么敢保证你不会报警呢 你要是报了警 他来取钱 那不是自投落网 那照你的说法我可以不用理他了 你们也可以不管了 不 我们当然不会不管了 我说只是可能 我们会尽快地部署一下 但是袁总 还希望你能够尽全力配合我们 没问题 对了 林局 刚才我给林局打电话没别的意思 就是为了不惊动你们 请多理解 关队 万春集团值班保安那儿有什么线索吗 我询问了值班保安队长 据他证实 他们是清晨打开大门的时候 在门的缝隙里发现的这封恐惑线 当晚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关主任说的那个打瞌睡的保安我也找到了 他正是当晚守候大门的保安 我问他具体打瞌睡的时间 他说大概是从凌晨三点至五点 信应该就是那个时间段放在那里的 就是这些情况 林局 咱不妨就从这封信入手 找专家来鉴定一下 这些字有什么特点 看是什么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然后在全市范围内排查打印机 看看这封敲诈信究竟出自什么人之手 这已经很清楚了 署名写着耿凤臣哪 这有什么可查的 打这样的信 一定要找到可信的人 耿凤臣有这样可靠的关系 看来他的能力非同一般呀 在凤春市 不只有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在帮他呀 我同意排查打印机 找到打印机 就能找到耿凤臣的线索 许队 你是警警队长说说你的看法吧 我现在头绪有点乱 我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林局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听风就是雨 你想啊 我们正在全力地抓捕耿风尘 可他自己跳出来了 去敲诈袁万春 这不符合逻辑呀 他会不会是在吓唬人 虚晃一枪 制造混乱 有别的目的呀 政委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觉得我们 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这万一耿凤臣他来真的 出了事而我们又没管 那里责任谁来服啊 林局 我想 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大力打压之下 耿凤臣他等不及了 所以拿药钱作为幌子 想要把袁万春引出来 对他进行报复 不管怎么说这种事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就算他是假的 是虚晃一枪 我们也要当真事来对待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 针对这个事件的行动部署 杏总 您叫我了 最近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不希望一个耿凤臣 营养到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 高总保安部经理 公安主任的住所的安全 一定要特别小心 知道了 我这就去 是 袁总 公安局刑警大队来电话了 说晚上他们已经进行了 周密的安排和部署 绝对能保证您的安全 袁总 到时候我陪您去 你陪着去 耿凤臣就不会来了 那公安局不是白忙活了吗 那我在暗处保护您 你再怎么在暗处还是在明处 我看这事还是交给公安局比较安全 你先去吧 小关 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觉得 耿凤臣在试探您 我也这么想 袁总 您怕他吗 你觉得我会怕吗 该来的早晚要来的 不是吗 晚上要用的现金 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为了以防万一 上面都做了记号 如果耿凤臣真的来拿钱 箱子里的自动喷射装置 就会把颜色 喷在他的身上和钞票上 一个月之内 没有任何办法清除 很好 好 那我先出去了 袁总 林音怎么没来 她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对这次行动有意见 任君 您误会了 邻居这也是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啊 他负责监视耿凤臣的家 那里也是不能忽视的地方 这个人呢 个性太强了 我都来了 他不来 让袁总怎么看 袁总真要有什么想法 我跟他解释 邻居这也是为了他的安全 都是为了早一点抓到耿凤臣嘛 您不知道任君 在咱们来之前一个小时吧 邻居亲自到这看了一下地形 还给各个小组做了指示 一切行动听您的指挥 不过 他也提出了一个疑问 这个地方虽然算不上是繁华地段 可是也并不偏僻 港凤臣为什么要挑 这么一个地方街道啊 是有点怪 不过 这个地儿四从八达的 便于逃跑嘛 各小组注意 依次报告一下情况 一组到位 没有发现目标 二组到位 没有情况 三组到位 一切正常 四组到位 没有情况 报告完毕 密切注意动向 有情况随时报告 远总 有动静吗 没有 一号一号 一辆轿车 朝圆圆春方药驶去 一号 刚才那辆轿车很可疑 请指示 继续原地观察 是 报告一号 那辆轿车 右朝圆圆春方药驶来 不要动 守住你们的位置 是 有情况 各小组注意 你们要干什么 你这不是等我们呢吗 你这不是等我们呢吗 拿来吧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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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带过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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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站好 龚凤臣呢 岳凤臣呢 谁 你快说 颠凤臣呢 告诉你们啊 盯紧半天了 丢凤臣怎么交代的 耿凤晨 耿凤晨 那不是杀警察那通缉犯吗 我们怎么可能认识他呀 怎么着 不是老实是吧 说 干什么来了 你们是警察呀 我们错了 我们不该干这事 对 对 我们俩就是喝点酒 然后就开车出来兜会疯 走着拐小子看着有一人就 他手里连一包 然后我们就喝这 这人挺怪的 就喝就行 是 我们真不认识那耿晃晨 对对对 你们弄错了 是 我们错了 我们就不该干这事 对对对 怎么搞的 这两个小子是酒后驾车 建材起义 结果连这车都是给偷来的 官伟他们正在抓紧守恩呢 精心安排好的计划 生生让这两个小子给搅和了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也许耿凤城根本就没打算出现 否则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和袁文春联系 不管怎么说 这次我们的行动啊 连耿凤城一根毛都没捞着 要是他真在暗中盯着袁文春 那这次咱们可真是打草惊蛇了 喂 人家 有事吗 好 我知道 袁文春来了 说起来惭愧啊 明知道你们就在我身边 我还是有点紧张 这很正常啊 毕竟面对的是凶犯 是是是 袁总啊 我给你一个公正的评价吧 至少在表面上 袁总还是很震惊的 应该说在行动中配合默契 要不是半路上杀出那一顿傻货呀 说不定今晚我们就抓到他 任局 邻居 话虽然这么说 可是毕竟人没抓到 我们袁总心里还是没底呀 所以恳求你们一定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千万别说恳求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邻居啊 我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 只要你们能保证我的安全 让我花多少钱都可以 我说的可是真的啊 我需要你们的保护 万春更需要你们的支持 你们几个领导啊 就多多辛苦吧 袁总 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你们为我受累 我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吧 袁局长 你可别往别处想啊 我就是花钱保平安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花钱 我们就不会保护你的平安了 邻居 其实我们袁总的意思是 在任何事情上都需要一个对等的原则 你帮助了别人 别人才会帮助你 你想到的对方 对方才会为你着想 邻居您是警察 是老百姓的守护神 所以您把保护我们的安全 当作是您的责任 可是我们袁总 他是一个企业家 在生意上自然是不付出 就得不到回报 所以刚才他才会提出那个 让您觉得不恰当的建议 但是我可以保证 他绝对是一片好心 没有其他的意思 邻居啊 我和袁总也是认识 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就是小关说的这么个人 我就是想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情 和对公安干警的尊敬 其实袁总一直很关心我们 去年他想拿出三十万 甭管多少 你说了 这是慰慰我们干警的心意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鼓励 三十万 你说我们可以给全局的干警 每个人发奖金 过年的时候呢 可以给每人每户发年货 剩下的给咱们每个办公室 装上通条 总不能让我们的干警 在寒来疏网的时候 总是占天斗地的审案子 何成为他是这么说吧 是 那笔钱 我们分局后来还是没有要吗 所以啊 邻居 和袁总还是要互相沟通 只要我们多理解对方 不违反原则就行了 当然 这里现在是你当家做主 立定 这样吧 我们分局抽调六名警力 负责保护袁总的安全 如果有其他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随时再调配警力 你看这样行吗 袁总 谢谢邻居 不过 每天有两个警察在我这转悠 好像 对我公司的影响不太好吧 你这办法我不太能接受 那我就 去吧 如果你要出了什么事 我们可担待不及 这事由不得你 出事不怪你们 邻居 我公司保安部也有几个兄弟身手不错 也能保护我的安全 只是我想 向邻居请一把上方保剑 什么上方保剑 耿凤臣肯定是想要我的命 我能不能自卫 当然可以 但一定要有尺度 当然 他不伤我 我绝对不会伤他 但他手上可能有家伙想伤我呢 情况要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自卫 那也必须是正当风味 我明白 看来以后我们做事一定要慎重了 上次那个叫韩风的记者来采访邻居 事先就应该提醒他说话要注意 吴玉坚一句话被记者抓住 不知道会生出什么乱子 你看 现在又冒出个叫江南的写的这篇文章 这不是添乱吗 这事都怪我 疏忽了 也不怪你 我也有责任 走 林局 你看这篇文章了吗 梦里 题目显得有点刺激 这篇文章 是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 有今天我们已经在《大陌论》里面刺激 大家没听到我 那就是什么 那么高度 这篇文章 川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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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是他呀 黄水 那个横峰是电台的机构 好像没发表什么文章 他就算是要发表也应该征得局理 还有我本人的同意才对 对 那么这个江南会不会是在以前 你在清水和白山的时候他采访过你 不然他怎么对你过去那么了解 在清水和白山是接受我采访 但我印象中绝对没有江南这个人 林军 看了这篇文章以后 我有点为你担心 我怕会引起上级领导对你的误会 蒋书记一再强调 公安工作要务实 不能搞虚假业绩 更不能故意宣传炒作 他要是看了这篇文章 我怕他对你产生误会 就是啊 要是蒋书记以为 是邻居受益这个记者写的 那肯定会产生误会的 你说这记者也真是的 这哪是祈祷和祝福啊 这完全是给您在添乱呢 是 这篇文章肯定会带来麻烦 林军 要不这样吧 由我出面 向市委领导做一下解释 你看行吗 好啊 何正伟 谢谢 别说这些 不过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情况 这个记者他明明没有采访你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发表这篇文章啊 要不这样吧 我去找上次来的那个韩风 也许他知道内情呢 可以 这篇文章我看了 写得不错啊 怎么办 我想请你给我解释一下 解 解释 解释什么 这篇文章跟你有关系吗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我采访你之后啊 江南知道了 找我要了些材料 说要写一篇文章关于您的 至于说关系 只有这些了 怎么了 林局长 有实时的地方吗 不是实时的问题 我就是想知道 他既没有采访我 也没有跟我沟通过 他有什么权利 发这篇文章 我记得当时我提醒过他 事先一定要跟您沟通的 他没有跟您沟通吗 没有 不过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挺好的 也是支持您的 没有恶意啊 这个江南你认识 你有他的电话 我想跟他沟通一下 好吧 这个 请问不认识 请问你是记者江南吗 请问你是江南吗 我是林伊 我想跟你谈一谈 喂 喂 他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电话现在有关机了 什么意思 关机了 这样吧 林局长 你也别生气 过两天我就去省力 先跟他沟通一下 问问有什么情况 对了 您有什么话要我烧给他吗 那你就跟他说 我想让他来一趟逢春 好的 我一定想办法让他来一趟的 好 赵队 一大早那是写什么呢 梁凤晨的关系图 你看看还少什么吗 没少谁吧 隋然 对啊 远向茶楼的老板 他打电话报的警 怎么把他给忘了 昨天晚上 这梁凤晨为什么没露面 他是虚张声势 还是在暗证观察呢 他会对袁婉春 采取什么措施呢 他如何应对警察的抓捕 你觉得他下一步还会做什么 他肯定会再找隋然 一二一三案 要是没有隋然的报警 就不会有接下来的情况 而且 耿凤晨肯定把这个仇 记在隋然的头上 耿凤晨虽然没有出现 但我肯定他还在凤春 接下来 我觉得他会去找一个人 隋然 一二一三案 重要的目击证人 隋然是远向茶楼的老板 耿氏兄弟绑架袁婉春 就发生在他的茶楼里 当时也是他报的案 我觉得现在 很有必要把他的茶楼监控起来 以防万一 咱们现在就去一趟远向茶楼 见见这个隋然 进来 王主任 有事吗 谢谢 这是您要的简报 行 先放着 您要出去啊 我跟赵民要去一趟远向茶楼 对了 你帮我喊一下何证委 好 您看是不是也通知一下官委 让他跟你一块去啊 可以 好 您好 欢迎光临 林俊 韩正乃 这就是一二一三案的发案定 远向茶楼 走 咱们上楼看看 安排前这儿的生意还是不错的 安排前这儿的生意还是不错的 现在冷清了很多 当年刘文春就是在这儿被耿尸兄弟绑架的 陈文青同志也是在这儿被黑了 好 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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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来了 官队长 你好 你好 这位是我们新来的邻居 邻居长 你好 你好 何证委 何证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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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政委都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坐 官队长 咱们喝点什么 不用 我们今天来呢 想跟你了解一下 最近 你说没收到耿凤臣的恐吓信 耿凤臣的耿 恐吓信 这 什么恐吓信 这怎么回事 耿凤臣他回来了 他给袁文春写了一封信 说是要报复 所以 邻居跟何证委呢 比较担心你的安全 特意过来 了解一下情况 有这样的事 那我该怎么办 我们来就是希望你能提高警惕 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 及时向我们报告 不过也不用太恐慌 我们公安机关 会注意保护你的安全 邻居长 那俗话说 鸣枪一朵案件难防 我一个小老百姓 我们邻居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们会尽力保证你的安全 那么 你们得赶紧派人来啊 你放心 很快 那 那我先谢谢你们啊 邻居长 欢迎再来啊 何证委 有空来 关队 再见啊 再见 哎 我 喂 糟了 糟了 这下麻烦来了 你说这该怎么办好啊 黄主任 进来 好 黄主任 邻居 黄主任 您说这事怎么办呀 什么事 刚才办公室 刚才办公室王主任告诉我 说咱们账上多了五十万 这怎么回事 据我了解 好像是万春集团打过来的 他们说是慰问我们干警 支持我们破案 希望我们能尽早地抓到耿丰尘 这个袁万春怎么回事 不是跟他说过了吗 不要 怎么还打过来 会不会是他们下面人打过来的 这袁万春什么意思 不过局里也正为经费的事发愁呢 黄主任 你的意思是收下花了 不 我是想能不能借用 但还得您决定 这群钱一分都不能动 是 那我先走了 黄主任 你什么意见 邻居啊 你也别怪小伙儿 咱们局现在这种经费紧张的日子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决定吧 你怎么决定我都理解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笔钱啊 不能动 回头让办公室给他们退回去吧 退回去我完全同意 不过邻居啊 别让办公室退了 咱俩还是亲自去一下万春集团 当面向袁总解释一下 别让他有想法 你说呢 可以 那咱们俩还得辛苦一趟 没问题 何政委 这个袁万春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他呀 可不是简单人物啊 咱们市的著名企业家 利税大户 对咱们凤春有过贡献 对咱们公安工作一贯很支持 所以咱们对他很客气 根据我这几年的体会 这种人的财富 往往让很多人去怀疑 他是不是也顾保镖呢 这种家财万贯的人呀 总怕别人惦记他钱 有不安全感 顾保镖完全有可能 他会不会是黑白两道啊 要不怎么有胆子跟耿实兄弟斗呢 黑白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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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说哪儿呢 来来来 两位领导也不打个招呼 有什么吩咐我直接过去就行了吗 来来请坐请坐 小关 来来来 邻居长好 何正位好 你好 何正位你好 二位想喝点什么茶呀 我们这什么茶都有 袁总 茶就免了吧 我们来是特意向你表示感谢的 是这样 袁总 你那五十万的收到了 但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财务已经把款打回你们的账户了 你们派人查一查 你这不是打我脸吗 袁总 你别误会 公安机关是有财政拨款的 经费是有保障的 但是你的心意呢 我们领了 我跟何正位来 就是代表全局的民警 向你表示感谢的 就这么点事儿 那我们先走了 那 钱不收 这饭得吃吧 对呀 袁总 案子压力这么大 我们哪有心思吃饭呀 改日吧 改日 好 好 好 那我不送 观众 您送一下 好好好 阿伯 这边请 谢谢 这边 对呀 别愿意 我跟不着 如果她想想想想想来